8月22号 由厦门市狐狸区委台港澳办主办的爱月海峡情迁两岸 2023狐狸区第二届海峡两岸七夕签手会 在厦门闽台文化交流馆举办 上午时时 男士着中式盒装 女士着中式旗袍 六十对连岸家偶 缓缓步入充满新中式风格的殿堂 在各方的见证下 植红筹 行雀扇礼 结发礼 家偶对白 用中华民族传统的礼仪式完成了集体婚礼大典 就很幸福啊 因为第一次结婚 就第一次能够体验结婚这种感觉就很开心 我们现在在一起一年半 但当然就是希望能够在 因为湖里就是非常美丽 舒适 然后适合安家的一个地方嘛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湖里去就是安家 参加此次集体婚礼的连岸家偶 有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情侣们 也有婚龄几十年的夫妻 他们大多都是大陆与台湾的连岸婚姻组合 来自金门的许易荣 在2009年通过网络 认识了四川姑娘严中荣 之后在厦门相遇 相恋 结婚 这次他们特别带着孩子 搭乘小三通来到原定地厦门 实现了自己梦想中的婚礼 厦门对我来说算是还蛮有感情的 因为在这边恋爱的地方 就是走过很多地方 我们之前也有来这里 都有我们的足迹 这次的婚礼是属于中式的婚礼 对 个人体现出那种古代的美感 活动最后 在场的连岸同胞合唱《连岸一家亲》 牵手会在一片温馨浪漫的氛围中落下回幕 连岸一家亲 中华新年新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 特别是七七节这样的特殊的日子 让两岸同胞跨越海峡 共同来到湖里 大家喜借连礼 然后体验和感受这种幸福感和获得感 东南卫视海峡卫视记者下文报道 任何这种地方 eines 相决 产